shubby shubby 熬的shubby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这里是由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集结封娱乐消息八面通 大家好 我是小琪 那今天是蜘蛛侠上映的日子 今天凌晨小琪就看了手印场 看完之后不得不说 这个科幻片真的太好看了 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聊一个和科幻片有关的话题 那就在近日由北京新传智库研究院制作的 科幻片创作与市场研究报告发布 该报告是通过市场分析 受众调研和具体案例剖析 透视了科幻片的创作规律 报告显示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 但大多是好莱坞的进口片吸睛 中国科幻片成绩堪忧 那究其原因 外因在于进口片争夺市场 内因在于其制作水平的拙劣 而调研比较了不同年龄层 偏爱的科幻片之后发现 00后偏爱爆米花大片 最爱变形金刚 那90后 80后还有70后 因为年纪阅历的问题 那开始对星际穿越和盗梦空间 这样的硬科幻产生了兴趣 其中作为看好莱坞大片长大的一代 78.95%的80后科幻片观众都表示 曾为阿凡达贡献了票房 那在这个夏天 战狼2已经是刷新了 中国影史票房的记录 我们也希望国产的科幻片 能够再次加把劲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首先来一组前沿的科技资讯 电暖秋衣10秒速热 让冬天不再冷 每年冬天大家都会为天气寒冷而感到苦恼 早上起来衣服都是冰凉的 简直是不想穿上 尤其是南方的冬天 没有暖气 电热毯又不安全 而且还容易上火 真是十分苦恼 近日一只来自香港的设计团队 为解决这个问题设计了一款电暖秋衣 简单又实用 电暖秋衣和市面上普通秋衣最大的区别 就在背后多了两个主动加热区 分别在正背后和后腰上 这也是我们平时最怕冷的部位 同时两个部位可以根据需求 选择同时加热还是分开加热 只需要按一下启动按钮 十秒之内你就能感受到温暖之意徐徐起来 还有三个温度可以调节 分别是40 45 50度 以不同的颜色显示 设置起来方便快捷 一次充电能够使用8小时 基本满足了一天的户外运动 当然你也可以多带一个充电宝 就能充分延长发热时间 更厉害的是它不仅轻薄 而且防水防撞海透气 有了它从此告别冰冷的衣物 带给你一个温暖的冬天 充电线断了拿橡皮泥糊 佩服设计者的想象力 相信橡皮泥大家小时候都玩过 捏上去软软的可以任意捏出想要的形状 近日一位爱尔兰设计师就发明了一个 类似橡皮泥的万能粘土 开封半个小时内能够随意为它塑形 用它来修改你任意想要修复的物品 万能粘土能够耐热耐冷 它也能够防水 可以在零下60度到180度的范围工作 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改变体表温度 但其坚硬程度不会受到影响 关键它的用途是极其的广泛 可以修补超多的物品 如剪刀 钳子 鞋子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 如果你的数据先露头了 你只要将万能的粘土包裹在破损处即可 就是这么简单好用 一年不用洗车是什么感受 纳米材料轻松搞定 想必很多朋友看到自己的车脏了之后 一定会想 我洗了车不会就下雨吧 有了这个东西后 爱车族就不会再有怨言了 近日美国一家公司研发了一种 可以自我清洁的涂层 喷涂了这种材料的表面 可以拥有如荷叶般神奇的防水效果 它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 叫超级杆 它采用特有的纳米技术 可在物体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而且它还有防潮 抗腐蚀和超强的附着力和耐磨性 视频中实验人员对它进行了各种实验 它几乎可以对任何的水性油性物质 实现免疫效果 而这种材料使用在汽车上 可以说汽车店都没有生液 不仅如此 它在衣服 鞋子等物品上 也有同样的效果 前方编辑正要大 看完刚刚最后一个画面 泼沫的一瞬间小琪觉得 如果我的衣服也能这样耐脏就好了 好了 马上又要到了这个周末的休闲时间 新闻记者也是为观众朋友们 搜罗了新的好具处 就在今天上午2017第九届 湖南茶叶博览会 就在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拉开了序幕 这不仅是一年一度的茶届盛会 而且对于饮茶爱好者包括小琪 也是一次了解各种好茶 和一年茶叶行情新走向的大聚会 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茶组在湖南茶园十三香 正是这个原因 一直促使着我省的茶叶稳步发展 今日开幕的茶叶博览会 更是为湖南各个地区的茶叶 提供了一个推广的平台 除了有名的安化黑茶 越洋黄茶外 长德系的红茶和大湘西 群其各类茶种也是备受茶友喜爱 孙丰记者在现场更是发现 今年的茶叶博览会 不单超过了历届的规模 1500多家茶叶企业 将六大茶类汇聚一堂 而且前来参观的市民们 也变得年轻化 对 因为茶文化 可能现在在年轻人的传播里面 还是比较广的 就是现在年轻人喝茶 也是比较流行的 大家会认为喝茶是一种比较 就不再是那种 只有那种茶馆里面才有的那个茶 是大家更贴近生活的一个方式 除了琳琅满目的茶叶外 现场人们对茶具的喜爱 也是不容小觑 尤其是外观精美 有一定养生功效的银制茶具 仿佛成了茶友们的新宠 第一次 因为挺漂亮的 而且有美观吧 美观效果特别漂亮 然后想看一下 很合适 我们喜欢这个 银器的话 它的 对这个茶的温度 要掌控的比较好 此外 茶叶博览会 在弘扬香茶的基础上 还着力于推广胡香传统的老技艺 将香细腊染 香绣 浅纸 功夫茶等传统技艺的 首艺人聚集起来 不仅为市民朋友们 提供了一个了解胡香传统文化的途径 同时增添的腊染体验区 更是让现场的朋友们 近距离地感受到了 传统技艺的魅力所在 湖南茶叶博览会将为期四天 一直持续到9月11日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还将举办豆茶大赛 首届湖南茶文化书画精品展 魅力香茶摄影精品展等系列活动 让市民朋友们更好地 喝着香茶品胡香文化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周末各位可以坐下来 喝口好茶再听听好听的音乐 谁的音乐呢 就是潘伟博 华南音乐旗下亚洲唱跳歌手 潘伟博2017全新专辑 异类已经正式发行了 那近日他更是在台北冒雨举办了 唯一一场的异类新歌演唱会 现场不仅是带来了大阵仗的演出 更轮番演唱了新歌 并且相当有诚意地准备了 历年的经典歌曲 魁为三年 曾凭借快乐崇拜不得不爱等 大热金曲惊艳四座的潘伟博 以中国有嘻哈制作人的身份 重回舆论的焦点 更有人评论 他是中国有嘻哈 这个嘻哈力量的有力推动者 那届时推出了新专辑异类 炫酷的曲风也是再次征服了广大的听众 台北新歌演唱会更是联合了网络平台 实现了演唱会的多平台同步直播 共同为大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9月23年潘伟博今年强势回归 不仅在中国有嘻哈 我们相爱把挑战的法则 三个节目中有着精彩表现 更于8月份乘着打铁 推出了自己的全方位词曲 创作新专辑异类 近日潘伟博梦宇在台北 开启新歌演唱会 现场不仅带来了Love Band 以及Dancer的大真价演出 更是轮番演出 哑巴 指青春等很多新歌 并且相当有诚意地 准备了反转地球 忘记拥抱等历年经典歌曲 一连串惊喜 让台下歌迷们紧呼不断 忘记了拥抱 忘记了拥抱 忘记了微笑 忘记我们全场是哪个那么严的好 我们都在招牌架 忘记得太差 对于很多90后来说 潘伟博士他们的嘻哈启蒙 从2002年他的第一张专辑 《壁虎漫步》开始 让当时的新生一代 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嘻哈音乐大门 甚至潘伟博和周杰伦 林俊杰被当时的媒体称为 人气三巨头 但是在之后的发展 周杰伦的中国风 以起绝尘 林俊杰独特的临时唱腔 也是吸粉无数 但是唯独潘伟博的嘻哈音乐 渐渐没有了音乐代表作 而潘伟博在其他领域 却做得风生水起 和李成创立时尚品牌 出演偶像剧 直到他参加了今年夏天 现象级的网综 《中国有嘻哈》 让歌迷们看到 曾经的那个超人气嘻哈唱将 又回来了 中国有嘻哈 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但是随着节目的播出 潘伟博以暖男大哥的形象出现 他对学员的关爱与包容 包括挑战规则 就会以淘汰的学员举动 都让他加分不少 在制作人公演当中 潘伟博更是凭借一首 Coming Home 获得观众投票的第一名 虽然这场一类演唱会 只在台北举行 让很多歌迷们遗憾不已 但是我们相信 如今超高人气的潘伟博 在内地开唱也只是时间问题 各位歌迷们请耐心等待 先为编辑正宜报道 听完好听的歌曲 继续来说一说 和电影有关的消息 这部电影我们之前在节目里 也提过很多次了 就是电影敦克尔克 现在也是正在全国院线热映 那影片的热映和备受热议 证明了诺兰 这一次又没有失败 在电影史上热衷于 把玩叙事时间游戏的导演 数不胜数 那克里斯托弗诺兰 证实着其中的佼佼者 不管是他早期的电影 还是时下创作的商业电影 总能在电影中 找到属于他的私人化标签 在叙事结构上 不断的影证据点推陈出新 不得不承认克里斯托弗诺兰 向我们展示了在其影片中 驾驭时间和表现的高超手法 在他电影当中 线性的自然时间 大都被解构重组 故事在支离破碎的 时间线上展开 围绕着叙事时间做文章 也许是当代导演们 在好莱坞商业电影中 保持作者身份的 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去看一看 电影记忆碎片 应该是诺兰为 大众熟知的开始 这部影片讲述了 患有短期记忆丧失症的主角 根据一些零碎的线索和记忆 展开两次复仇的故事 其中第一次复仇是黑白色调 根据事件发展顺序 向观众展现了复仇的来龙去脉 而第二次复仇则是彩色画面 且创造性地采用了反向叙事 向观众展现了从复仇结束 到复仇开始的反向过程 然而 这部影片最厉害的地方在于 两次复仇是交替剪辑的 也就是说 两条复仇故事要完美地拼接在一起 这需要斟酌两次复仇中情节点数量的对仗工整 而诺兰则将影片中总共45个情节点设计完全对仗 进而使前后两条复仇时间轴首尾相连 真相大白 而正是因为出色的叙事技巧和结构 记忆碎片一举夺得了第74届奥斯卡 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剪辑的两项提名 自此克里斯托弗诺兰成功进入美国主流电影界视野 走上商业大片的道路 因此也就有了后来名声大噪的 《蝙蝠侠》《黑暗骑士》等系列电影 因为诺兰 《蝙蝠侠》系列电影多了一丝人情味 在经典的好莱坞叙事下 诺兰坚持打入非线性叙事 经过闪回的手法 展现了人物以往的经历 以此来凸显主人公对犯罪分子的厌恶 以及反面人物的复杂性格 这样处理的目的 在于加强观众对人物的情感认同 这也是为什么 在《蝙蝠侠》《黑暗骑士》里 我们记住了那个可怜又可恨的反派小丑 可喜的是 在影片大制作的道路上 诺兰依旧坚持时间实验 并向超现实多维度发展 盗梦空间和星际穿越就是最好的例子 盗梦空间里 它建立了一层套一层的梦境 而且在这个梦境构建了一种稳定有序的规则 在这种秩序规则里 梦境的主体相互关联 从而形成了一种梦中梦中梦的套层结构 而星际穿越则构建了两个带有悲凉意味的平行空间 现实空间被平行空间影响而不自知 平行空间感知现实空间的一切 却不能告诉对方 和盗梦空间相比 多了几分孤寂悲悯的感觉 正在上映的《敦克尔克》更是将时间解构 影片中有三个内容 被困在海滩长达一周的士兵 花费一天时间赶往目的地的渔船 以及只携带能飞行一小时燃烂的飞行员 影片为107分钟 三个故事内容时间跨度不一样 相互间还要交叉 叙事难度可想而知 从目前口味来看 诺兰维持了一贯的水准 不得不承认 克里斯托弗诺兰向我们展现了 其在影片中驾驭时空表现的高超手法 那非线线叙事的魅力又在哪呢 那就是解谜的快感 看诺兰的电影一开始肯定看不懂 时间被解构故事太碎片 所以观众要记住所有的线索 随着影片的进行 线索逐渐拼出真相 这就是解谜的过程 也正是观影快感的来源 节目编辑成了不到 一小时一天 还有一个星期 三个时间如何完美的构架在一起 自己去电影院里去解决吧 那接下来还是和电影有关的消息 由李晨指导并主演 范冰冰王千元等主演的电影 空天烈 今日是发布了长空机站版的预告 影片将于国庆党全国上映 拍军事题材的电影本身就很难 那拍纯粹的空战电影更难 为了真实的展现飞机战斗的场面 歼20运20等新装备是首灯大萤幕 中国空军也是尽可能的 给予了剧组最大的支持 影片当中的歼11歼20 还有歼10C运20等战机 大多都是真飞实拍 各类弹药也都是真家伙 预告片中令人血脉喷张的空中对决 为国家利益而战的铁血豪情 令人热血沸腾 我们去看看 由李晨指导并主演 范冰冰 王千元 李佳航等主演的电影 空天烈 今日发布长空机站版预告 将影片中的空战场面和剧情 揭开一角 面对突如其来的导弹威胁 空军战士紧急出镜 与恐怖分子在空中展开激烈对战 激光引导完成 内空投弹 坐稳了 在长空机站版预告片中 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控制人质 危急情况下 霸天狼中队的战士肩负救援人质 和联合反恐的双重任务出境作战 与敌人在空中开展了一场正义之战 空战场面挑战观众的视觉感官 同时地面爆破场面也颇为激烈 旧云之路一波三折 你们即将出征 去营救远方同胞 这部耗费李晨巨大心血的电影 从筹备到杀青历史两年多 500多人的团队转站13个中外场地 形成3万多公里 其中光C7镜头就超过了1400个 创造了国内之罪 从演员到导演的身份转变 对李晨来说 无疑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 大家完完全全地通过一个电影 一个故事 然后去看到 我们的大国空音有如此的实力 国之重器所向拼命 作为中国首部现代空战片 影片从一开始就备受瞩目 歼20 歼10C 云20等 中国先进战机的加盟 更是引发了众多军事迷的追捧 据悉影片将于9月30日 登陆全国各大越线 前锋编辑正面报道 还有不到一个月 这部电影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 这部充满了这个玄幻 充满了这个壮观的这个大片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进一组广告 广告之后再回来 笑杯 笑杯 阿威的笑杯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这里是由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集结封 娱乐消息八面通 大家好 我是小琪 徐思君 那周末马上就要到了 趁着这两天 阳光正好抓紧时间 带着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出门去散散心 晒晒太阳不要总宅在家里 也希望各位周末过得愉快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接受所有最实的节奏 有不感到心情放手 有不感到西方跳风 接触到平凡声音的板龙 让你全身放手 现在就不能啰嗦 还是我的内容赤字 比你还真看你的心 正在自己不容 跟着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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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去的 放不去你的黑洞 现在就能玩 接受所有票 每个都可以开始放手 收 站起来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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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到你双手 只能迷信 一直翻转皮车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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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让我说 是个甚至不让 接你离开着节奏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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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到你点着